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特大陆的失盈率有望在首个公开交易 年度内达到20倍 在2016年 2017年和2018年期第一季度总共获利23亿美元 2017年收入为25亿美元 2018年第一季度为20亿美元 预计到年底将是向20亿美元的利润 比特大陆2016年 但2018年利润图是为了提升挖矿效率 5年前 无济寒与詹科团 接下 向研发先进的ISIC芯片 此举使得比特大陆成为加密货币采矿领域的龙头 随后比特大陆的业务范围拓展了比特币现金 来特币等等 挖矿无疑是比特大陆的核心业务 从高谷说明书来看 去年比特大陆矿机的挖矿份额 占全年开采总量的66.6% 比特大陆所运行的矿池覆盖了整个采矿网络的40% 除了引证成本和矿池的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收入之外 比特大陆还在2016年 2017年和2018年第一季度 以公开融资的形式分别获得了10亿美元 11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 其中部分资金已预留给其区块链研究部门 这一部门有30余家区块链公司组成 包括2016年被比特大陆收购的区块链数据微信公司 Black Trail 比特大陆用自产的Basic所挖的比特币总值已有数十亿美元 这一数字也促使了其IPO规模扩大 比特大陆2016到2018比特币积物收入情况近几个月来 比特大陆想要转变为加密货币基础设施集团的野心越发明显 5月以来 比特大陆已经投资了加密货币销售系统Biscuit 广告网络Tribos的投资招股数称Bitman通过玩矿投资和加密货币交易 及其相关技术来战略性地开发比特币现金 借此实现大幅汇报 芯片之路 2013年 比特大陆推出了图形加速芯片BM1380 采用了55纳米的工艺 这种电路模式被认为是当时的前沿的工艺 2014年到2015年 公司相继推出了28纳米的芯片BM1382 BM1384和BM1385 2016年 公司推出了16纳米的BM1380芯片 现在是老一代的芯片制造商 在奋力赶上比特大陆 招股书显示 比特大陆如今已经超过拥有17年历史的展现通信 Spreadtron Communications 成为中国第二大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商 中国芯片行业的领导者华德 He Silicone表现也不复当年 去年12月比特大陆的16纳米芯片销售情况 已经逼平了华德 He Silicone 比特大陆还没公布自己的10纳米瓦矿芯片 这一产品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和7纳米 12纳米芯片一起推出 在过去五年里 比特大陆已经占据了国内芯片设计市场的8% 而华为He Silicone 7%的市场份额用了14年 照这个速度下去 比特大陆很快会威胁 到华为在国内的市场地位 然后和美国芯片产业正面交锋 虽然英特尔继续领跑国际芯片产业 但中国企业的表现不容小觑 硅谷已经感受到了压力 比特大陆被报道成和英伟达 有着一样的盈利水平 后者成立至今已有24年 今年4月才和AMD 一起被下调过股票目标价 以太坊一直是中国公司的EVIC芯片 门上未涉足的最后一种主流加密货币 但文西施指出 比特大陆即将推出以太坊采矿设备 因为达合AMD的芯片订单可能会因此下降 加密货币矿商可能不太愿意从他们那里购买了 比特大陆的价格更为低廉 建置AI美国的芯片制造商 其实好像没那么担心 有些老前辈AMD已经向投资者做出保证 不管加密货币存在与否 PC 游戏和数据中心业务 都足以支撑公司的长远发展 但这个逻辑不止对AMD奏效 一旦所有我们想得出的电子室备 都又上了图形芯片的时候 其他芯片制造商一样可以在加密货币业务以外 实现自己的收支平衡 比特大陆看起来已经意识到这件事了 招股说明书上已经写明了他要进入其他技术领域的野心 一是为了应对中国政府对ICO加密货币和采矿活动的建立 二是因为想要将公司发展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计算巨头 因此 比特大陆预计其内部人工智能部门会在未来五年内产生百分之次十的收入 他认为神经网络机器方法 将其高加密货币和非加密货币应用程序的图形芯片的处理能力 比特大陆甚至还声称 测试表明他们的AI芯片已经可以和谷歌相应的AI产品品敌了 据悉 比特大陆接下来要将重心放在机器人技术上 他们计划收购智能机器人公司 LUALTEC和机器人宠物罗小豆的生产链 雷锋 网AI金融评论注意到 比特大陆的行业竞争对手 加南云日目前也正在筹备上市事宜当中 雷锋网络亦玩A CoinDesk